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三位是台北联合医院阳明院区的内科部主任江塑煮江医师好 黄老师 各位观众大家好 第三位是台北医学大学附设医院的李嘉佩李营药师好 主持人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们看到糖尿病就诊人数有174万人 高学还更可怕有263万人 如果是这样推算的话 大概我们平均每9个国人就有一个高学 14个就有一个糖尿病 这些疾病的发生跟整个人类文明的进展有关系 医学上有一个理论 就是我们现代人有一个叫做饥荒的基因 身为每一个现代人 在我们的基因里面都有 从我们祖先那边获得的这种好的遗产 可是随着时空的转移 这种原来是利益良善的基因 在现代社会呢 因为大家普遍衣食无缺 然后不需要任何的劳力 也没有毒蛇猛兽一天到晚来威胁你 所以这些好的基因呢 反而在现代的社会让我们倾向于储存过多的热量 目前医学上认为 这些是造成很多慢性病 跟现代人肥胖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这些所谓的三高 那也会心血管 脑血管 跟这个腎脏 其实都是在统统 在这个循环系统 那这三高 它当然是跟这三高是息息相关 那成如刚刚林主任所说的 就是说现在这个是文明病 那所以文明病的话 它例如说过多能量 过多的这些热能 或者说这个营养 它累积在体内 它所造成的一些整个代谢症候群 它因为那个 在在都影响各器官的一些 运作的一些功能 这些功能的话 轻则像那个血管阻塞 重则这个脑出血 这些的 那就是说 这个我们需要 就是现代人就好好的来行事跟控制 三高疾病的危险因子 或者是高危险群 可能是哪些人 其实还是跟我们的肥胖比较有关系 因为其实说实在这三高 其实我们一般就是讲说 像代谢症候群 那其实跟肥胖有息息相关 那大部分 其实有看到就是如果像糖尿病的病人 或者是像高血压的病人 它如果可以把我们的体重 可以减到我们大概理想体重的范围之内的话 或者是你只要减轻原本过重体重的 大概10%左右 其实就可以看到你的血糖 跟你的血压是可以获得改善 科学跟医学的统计 其实对于某一些特殊的职业 它的生活形态 那像我们在国泰院之前 也做过一些我们员工的一些统计 那当然包含专业的医疗人员 还有我们的一些行政体系的人员等等 那确实指出来说 其实这些慢性病就三高的罹患的这个因素呢 其中跟生活形态跟不动有很重要的关系 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其实这些三高的疾病 在主管的阶层 发生的升行率还比比较这个中下直接的员工来的高 那可能就是主管常常是坐在办公桌 在电脑前遥控一切 为什么我们在这一部分的医疗费用 会占到这么大的资源 还有还在年龄增加 原因是什么 肿瘤或许是说 我们他们看的是五年的存活率 三年的存活率 五年的存活率 顶多五年存活率就只有那百分 那个少数的百分之比 可是这个慢性病三高 糖尿病 心血管病变 脑血管病变 它这个是一个长时间的 那你控制好 它可能就一直 终身都要控制 那大家越活越老 越长寿 那用的费用当然是不仅多 而且要久 而且长 所以这个整体的医疗费用又高 那如果说治疗的好 OK 我们可以大家生活的好 那如果有些比较延迟一点 慢一点的 造成一些后遗症 比如说中风 或卧病在床 那拖的时间 有时候都需要呼吸器什么这些的 那拖的时间又更长 所以影响的范围 可能这个医疗的费用 整个都会大幅的增加 三高的病人来讲 因为你有三高 那很好记忆就是 你有三高 所以你饮食上一定要三个少 盐 油 跟糖 除了我们知道的盐来讲 还包括什么像酱油 乌醋 还有一些像调味料的部分 比如说像我们的这种像沙茶酱 然后我们的番茄酱 甚至于像辣椒酱 其实里面纳的含量都相当高